刚正常的时候从来也没看到你笑 天天对我们娘俩莫不关心 我朋友过来了上我家我闺蜜 然后过来跟我喝酒 她天天跟闺蜜勾奸搭配的 对人家无限献殷勤 那是不是懂你干的事啊 不是 找个她闺蜜爱喝酒 然后吧 晚点喝酒完她耍赖 她不喝 是这样的 不喝就搂脖 就这样搂脖夸夸夸往里灌 你知道你是男的吗 男女受众不亲你不知道吗 我就觉得好 那我什么时候我出去跟哪个男的 我又搂脖又干什么了 我动手动脚的妈 你别说那事 半夜出去喝酒就刚我同事聚会 回来脸上戴个口红印的是不是你 那你刚刚告诉我 你口红印哪来的 主要是就我也不知道 他就告诉我不知道 真的 人家回家来给我解释 就是我不知道口红印哪来的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 我告诉你那照片 还在我手机里存着呢 早晚是个事 主要是我也喝多了当时 也就忘了 那都是你喝酒引起的 天天的还怪我 说我没啥事 我生气 我大吵大闹的 我爱摔东西 我为什么摔东西 你说一说 就是他原来啊 就是我们俩一生气啊 就我每次喝完酒 他有一个环境 他都骂我 然后我都不说话 但我不说话吧 我就属于冷战嘛 他就跟我说 他说你咱俩不要冷战啊 他说你就跟我吵 然后我也合计 我尝试一下跟他吵 反正后来发现吵了 毛顿升级了 把家给砸了 然后我也躲到一边 我也怕东西砸到我 然后 我这人我脾气本来 就有点暴躁 然后后来罢我就不敢吵了 就是我觉得吵完之后 矛盾会升级 后来又是 他骂我我就不说话嘛 然后他老说我 他说为什么我一骂你 你就掉个脸呢 那主持人我就问一句 那骂我 我还不能有点表情吗 我不敢说话 我还不能有点表情吗 是不是 那明明是你不对 那你就不能跟我认错吗 你认过错吗你 不是 他老说我不哄他 他说的那意思就是 他骂我的时候 我得拿一个笑脸去哄他 当时我就讲 我怎么能有个笑脸去哄他 那是不是因为你不对吧 因为你出国就喝酒了 我不高兴了 然后咱俩才吵架的对吗 就听得很轻松 但你仔细琢磨吧 挺可悲的 就这个婚姻的内核已经 已经飞掉了 就是在这个婚姻当中 女人可以原谅男人的 所有不作为 对吧 没作为嘛 你为这个家贡献了什么呀 我 你为这个家贡献了什么呀 我就觉得 你别觉得呀 什么也贡献不了 钱钱给不了 爱爱给不了 对吧 就是对这个家是没有任何贡献的 然后你也是特别奇怪 就这种老公还要把他找回来啊 因为现在有孩子 直接离了呀 那孩子有爹和没爹 不是也一回事吗 爹也天天找不见 早上五六点钟回家了 带着一嘴酒气哄孩子 那是哄孩子吗 那不是撒酒疯吗 想也想得出来啊 因为我感觉现在孩子也是太小了 所以我想让他改改他这些臭毛病 不是 你自己没有个端正的态度啊 他跟你闺蜜那样 还当着你的面 这连基本的掩饰都没有了 就是我有点习惯了 他跟我哪个闺蜜他都这样 那还能说啥呀 就是你接受嘛 其实说白了还是你接受嘛 不是没法说他什么 就他的认知就在那个地方 就这个男性的认知就在这个地方 我只要挣了钱 这家里面我愿意怎么着就怎么着 那您挣钱了吗 反正就原来就还好 现在呢那稍微少一点就是 您那心思用在挣钱身上了吗 我是觉得做买卖 但凡喝酒通宵地喝 这买卖一定做不好 没听说过哪个做买卖 人是靠喝酒喝出来的 有的时候吧 就是也是不好意思走 不好意思就是 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家里面有两岁的闺女 有啥不好意思的呀 问题是你们都一喝喝一通宵吗 是 他越来吧 就原来他现在是不跟我去了 原来他又跟我去 他都自己就跟着 但后来就觉得 我喝酒他没意思 太晚了 就太晚了 他觉得太晚了 我就觉得你不是要找老公 你知道吧 你现在仔细想 你跟他离了婚 是不是更轻松 是 你何必跟他在一起 就是还是想他婚前 然后对我还都挺好的 别 别老想着婚前 婚前谈恋爱 谈个两三年嘛 谈个七八年 对吧 婚后生活五六十年 四五十年哪 靠那点回忆 能撑过来吗 好